台湾泡泡走 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侯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来 咱这就来介绍到这个国华糖公司 国华糖公司是在这 你说 这就是日本时代的厨 我是怎么认得出来 现在叫这个国华糖 它现在在买什么 买毛 买买什么 但是在日本时代 它这名就是买买买 买买买买买的就是在我们万里 在某个山羊这个地方 大家 inherently 很多人都叫他 什么大脚帽 不过他这种草买 Roux 它有一栋调成糖跟茶叶的出口 它变成三大出口产品之一 那么他使用令草 令朝,我們有一些說法就是說,令朝,如果殺死跟殺死是不一樣的 一種叫做鹹草,一種叫做食草 那麼你如果看到這種榻榻他就用鹹草比較多 你如果是用這個不好的,大部分 如果是比較高級的,價值比較高的 這種就輸於他是用令朝下去用的 用食草下去,對嗎? 那麼即使令朝是很早以前 就一定在一七、二七年的時候,或是清國時代 那個時候,我們的館主民爬沒有錯過 就利用這個鴨星的令朝,檢草 先去做這個食草食就對了 那麼這個草食受到漢人的反映 喚人感覺很讚,倒了 熱人的時代價值很涼 所以馬上就有人在那邊 想說大家以物易物這樣 那時候那時候叫做反昇 在這個清國時代叫做反昇 跟反昇的人用以物易物來修葬 這個大家的草食 所以那時候也受到這個清國 這個反昇的人用以物易物來修葬 說這種的讚 所以這個東西甚至沒有 我們殺到清國裡面去賣 我現在說清國跟同樣就是中國 在這個清條不是清條 是叫萬俗給它賣國 所以叫做清國,不是中國 好,來 那麼大家去那時候 我們去那時候 日本人來之後也看到說 喔,嘿,這讚 喔,這如果來好了 它進一步發展,供應 這樣將來收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那時候呢 他們這個,甚至有叫日本的技術家去設計 設計做什麼,做草莫 各位看我們這個 他們這個巴拉毛草帽 在那個中米酒院那個所在 巴拉毛草帽那個是這樣賣到這樣 拼拼叫這樣 全世界的名人都在賣 所以那時候日本 開始發展到這個草莫 草莫就開始在東京、東京、歐斯阿卡、 寇北神戶這個所在開始賣 啊,日本人會也會出現 所以都收到很大的歡迎 這齁,變成是很大的三夾出來 來,我們走回來看看 我們現在要去台北市 雍慶南路一棟五十四盒 叫做國華堂 在日本時代這間叫做吉本自貿所 本來是一間訪巴洛克市的紅城的房子 價格也跟他一樣 日本人剛來台灣的時候 發現台灣的草莫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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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莫 可以是台灣三大出口的鑑躍 其實在清條的時候 漢銀就發現在台中 台安家的館 相料下有兩百無俗的輔路 利用到亞生的檢測 來變成草莫 如果是說到大家炒不下會出生者 這樣就要拿到這位紅櫻露室 完憂露室一八五三年生 二十二歲時幾萬里 但是不幸紅塞在他三十七歲時 刷來翁姓 他就要把五個小孩請用大小 所以他就將到當地 倒卡市在南下的葫蘆 收邊的東西給他改良 將到便宜物給他做成 是草莫可以米一頭 那麽可以讓五千頭 一千頭的小孩 可以門給他們的蟲湯 給它擀胸 接著那時候的倒卡市族 目前在萬里還有這間檢草 也就是令朝文化館 這就是令朝 台灣人說檢草 在紅櫻露室的時代 中英男人 若是會變朝露室的朝照 這樣比什麽價值得更高 所以就定義為了 流行的同胞 開脫了一條酒驾的路 日本時代1936年 大家的朝露室一年消出 大約是一千六百半頂 首龍勝台灣五台第三位 只有桑和米 這是日本時代霸會公司 油管無垢所作的功課 - 暴力,不適合天氣,為何不適合天氣去高雄? - 既然這些超合又一步一步,賣到全世界去的 這是在日本時代賣媒婦的經點,現在已經建立是賣的毛病 OK,我們有一部日本的漫威對到很多人來說是非常有名的,叫做課長導根座,不過現在已經出到會長導根座了,已經出完了,但是在第十一節,裡面就說會長導根座來到臺灣, 那麼來到臺灣的時候,有去訪問到國賓大門,那時候有一個人物出現,叫做立委趙天琳,趙天琳在第十一節出現,那麼趙天琳,他們就在Acard吃飯,你看,這就是所謂Acard牛排,現在已經伴到肉圍了, 那麼這Acard牛排在這個漫畫家,洪建現實的英雄裡面,非常有寫,所以有一個漫畫裡面,而且還有八般民,這裡面的牛肉,好吃嗎?來,我先帶你來看看。 感恩喔,六十歲生日,有人要請好料的,今天要吃的是牛排大餐。 那是法國的短棍,那我們前面這邊是楓糖可頌,楓糖可頌的話,我們都是師傅自己做的,那是建議,就是不用再另外搭配奶油,因為它本身裡面就有奶油,那會帶點淡淡的甜味,那短棍的話就可以搭配奶油一起享用。 這個是短棍?對,這個是楓糖可頌,這個是楓糖可頌。 好,那我們是選用日本的生蠔,那搭配這個水田芥濃湯,那水田芥它是有點像西洋菜的一種植物類,那它喝起來的話是比較清爽的,那它不會有生菜的那種菜味,它會帶一點微微有點像芥菜的那種芥末的那種嗆味,所以它搭配生蠔是蠻大的。 我們中間搭配的是用68度去煮的一個半熟的溫泉蛋,底下搭配的是蒜味薯,也還有牛肝菌度。 那再搭配上一點菜鳥,然後櫻桃蘿蔔,那我們再搭上薯火腿,這樣吃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的口感。 這邊是檸檬蘿蔔,它吃起來會比較清爽,帶點檸檬清香的氣息。 好喝! 海鹽。 那從右手邊第一款白色的,它是法國布列塔米的鹽枝花。 那這一款味道嚐起來是比較溫潤,尾韻會帶一點點回甘的口感。 那旁邊第二款白色片狀的,它是英國的煙燻鹽。 它是用辣椒跟橡木去做煙燻,所以它會帶一點微微的辣椒香。 那煙燻的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 那第三款的話是喜馬拉三的玫瑰鹽。 那最後一款淡綠色的,它是夏威燻的竹葉鹽。 那味道上會帶一點草本的清香。 那我們是建議帶回主菜上來後,各位可以先品嘗牛排的原味。 再搭配著四款海鹽,少量的沾取就可以了。 這是日本仙台紐約客牛排。 日本仙台紐約客牛排。 這助點鍋溫度很高。 那就是佐料,還有飯喔。 對,駕鶴喔。 對,那右手邊的是亞洲的醬酒,左手邊是芥末的醬酒。 那可以這樣和牛切小塊,加你醬油的方式,加你搭配。 那這樣比較可以撇到有點溶硬的感覺。 準備的是澳洲的溫潔和牛肋葉。 那我們可以先享用上蓋肉的部位。 那蒜蓋肉的話,口感會比較軟嫩。 那再搭配我們中間的大蒜。 可以用糟尖薑蒜了之後,出來搭配我們的牛肉一起享用。 那上方的這邊是牛肉醬汁。 是不是太撐了吧,吃完這個太多了吧。 你們兩個人喔。 那這個是什麼? 那這個的話,是美國科羅拉多州古日四百日的自然樂業牛排。 我們來,先開始吃吧。 這是美國極黑金海盒牛A卡。 那後面的話呢,是我們烤過的大蒜。 那的話呢,本身香氣會比較濃郁。 那是不是要為地方去除了。 好。 澳洲牛的話,我們主要是以炒刺為主。 那它跟美國牛的差別其實是在於, 美國牛大多數它是用,它是用穀物飼養的。 那它飼養過程中是有添加玉米。 所以美國牛肉只吃起來會比較鮮甜一點。 那澳洲牛它主要是以炒刺, 所以它其實牛肉的風味都會比較濃郁一點。 那它是選用和牛等,和牛。 那它油的話也會比較多。 吃起來會比較軟嫩多汁。 我都直接切開。 它其實也是可以直接切開。 但是因為我們有時候,因為我們是低溫烘烤大蒜。 所以它有時候會很軟綿。 對。 對。 它吃起來就是很綿綿那種口感。 對。 我們都是搭配餐後的飲料,像是咖啡或者是熱茶去做享用。 因為它本身糖分會比較高一點。 那這邊的話是可麗露跟生巧克力,還有金融加跟杏仁脆片。 那棉花糖的話我們是配茶口味的。 那那個是法式水果軟湯。 香橙舒芙蕾搭配的是羅勒杏仁佐啤酒冰。 那舒芙蕾它同鍋是現烤的會比較燙的小心比較碰到。 那從旁邊這邊的話是羅勒杏仁檸檬蛋糕。 然後搭配的是糖片。上面還有羅勒醬跟杏仁檸檬醬。 跟台灣啤酒做成的啤酒冰淇淋。 那吃起來的味道是比較清爽會帶點偏酸的口感。 喔喔,這東西吃到巴杜杜啦。 那麼因為這個國民飯店聽說準備要卡丁電器嘛。 也聽說日本的這個皇宮飯店就是在國區房居的旁邊。 那裡有一間。 甚至是這個真有名的這個飯店。 叫做皇宮大飯店。 Palace,Palace Hotel。 那麼我們的國賓其實以前有一間還是裡面有一間。 這個春菜館非常有名。 很多人很喜歡去那裡吃飯。 那麼可以看到它裡面其實不是川菜不川菜。 它的譬如說這個烤鴨。 烤鴨分的兩種。 一種是北京烤鴨。 一種是廣東食的這種, 算是掛爐烤鴨。 它裡面有很好的, 算是每一道菜都做得很精緻。 國賓啊。 過去它這個餐廳裡面所做的東西。 是大家說, 算是非常好。 但是現在都一定, 大家離開了。 比如說我們這間川菜, 川菜樂菜。 這間川菜館。 搬去遼寧街的富邦遼寧大佬。 那麼大家都, 算是現在都沒辦法出去了。 所以還有什麼新創的菜。 比如說川月合併的中餐廳。 現在有新的行政總組廚。 他們就大家做費用。 所以說這次的八道非常好的, 這個川菜餐廳。 他差不多, 他聽說新的地方可以容納, 可以容納差不多十二度。 同時設個婚宴。 也有六十到七十的人可以開月。 這麼好嗎? 好,來看看。 不過我要讓你看的是, 以前的國賓川菜廳。 這是準備要創刀的台北國賓飯店。 其實有很多人的美食器在裡面。 連米酒也把裡面的餐廳推薦過了三斤。 包括X-cut牛排, 公黨菜和川菜。 目前客房的服務已經停止了。 這是燒菜, 他拿來給我們看一看要點多幾行。 雖然是川菜, 但是北京烤鴨也真有名。 這是什麼鴨? 宜蘭櫻桃鴨, 然後我每次壓是大概十三公斤。 三斤五到十公斤。 三斤五到十公斤。 好,那會講了。 來,開始騙鴨。 師傅有沒有去參加比賽? 沒有啊。 沒有啊, 都一直在這裡騙嗎? 對啊。 那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川菜會出去烤鴨呢? 這一開始是飯店的老闆想吃。 飯店的老闆想吃。 你騙多久了? 你騙鴨的經驗騙多久了? 兩年啊。 兩年喔。 他只要幫你寫一個文章,你就回來。 是嗎? 你騙這樣一次要多久的時間? 你自己有沒有參加過? 三分鐘吧。 三分鐘喔? 這麼厲害。 他用什麼蔥? 這是紅花? 對,紅花。 你放蔥? 有,放蔥。 什麼地方的蔥? 一根蔥跟一根小紅花。 哪裡的蔥? 三星蔥? 三星蔥啊? 青花石鍋魚裡面是用馬爾地乎紅條。 然後搭配我們一些木耳跟割粉條。 馬爾? 馬爾地乎? 紅條? 紅條? 我們都有去一次可以直接吃,肉質很嫩。 然後是藤椒肥牛, 使用的是安哥豉肉小排, 肉質也是非常嫩。 然後下面有我們的木樹芽。 上面的醬是用我們的花椒, 跟紅花椒。 然後這道菜就是乾鍋花椰菜。 上面的話用我們的五花肉去爆香, 搭配辣椒。 這道是什麼? 這道是乾扁四季豆包蔥油餅。 乾扁四季豆包蔥油餅? 對,倒過來吧。 蔥油餅包乾扁四季豆。 豆腐皮。 豆腐皮。 乾鍋豆豉皮。 豆腐皮。 豆腐皮。 好。 豬皮搭配我們我們的辣椒。 豬皮搭配辣椒。 你們的辣椒。 對,我們師傅製作的。 師傅製作的辣椒。 蔥花跟豬肉末。 因為貝的話長得很像螃蟹的貝殼, 所以取名為蟹殼黃。 你好厲害。 其實它不是蟹殼黃的嗎? 它裡面沒有蟹的。 裡面就是豬肉末跟一些蔥花。 了解了解。 這叫什麼? 這道叫什麼? 鴨醬米粉糖。 鴨醬米粉糖。 鴨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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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去熬煮的。 裡面有煮筍跟酸菜。 還有米粉。 這是什麼木瓜? 你說是剛剛叫什麼木瓜? 杏仁分成白杏仁跟南杏仁。 現在要做南杏仁木瓜的人越來越少了。 希望這麼多花樣的煮米可以補充。 我們剛才有說到國賓飯人準備要跳調。 將來聽說跳調電器後 有一間東京黃工條件準備要來到台灣 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我帶你去黃金。 我們真的去東京的黃工酒店。 好,來,休閨姐,馬上坐下來。 這個牛排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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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牛排這麼大,我看過就很重。 哪一隻是公的? 這一隻公的? 哇,算,算,算。 這是五分手嗎? 可以。 台灣泡河走。 了解台灣的文化和名利最高。 來,我們探討說到國賓飯店準備要 靠調電器。 那個東京的黃工飯店準備要來。 來,我們看這裡。 這裡是由黃工飯店來看下去。 各位有看到這裡有一個買車。 一個買車。 這就是這個買車改成聯繫的樣子。 什麼買車呢? 現在,很簡單的是,這條路非常重要。 要是說,這個日本,通常如果有外國的大事來到日本。 例如說台灣,台灣沒有邦交。 邦交謝長廳就在。 他就在東京上去。 東京開車頭。 坐著買車。 噗噗噗噗噗噗噗。 旁邊叫做黃鞠。 日美黃鞠裡面做什麼? 成帝道任國書。 這是很重要。 所以呢,坐這個買車很有意思。 我其實都在那裡,他們的買車在這裡。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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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真有意思。 好,來,走回來去看看。 這是東京的黃工酒店。 營業是Palais Hotel。 這個酒店就在黃鞠的附近。 從1947年開始是一間五千元的飯店。 前天,曾經在2000空空年漲時停業。 後來開了十億美金, 進行大規模的改建。 在日空一年,當時開幕。 有想要看嗎? 所以說來啊。 FORVIS。 FORVIS,五顆星。 當然是這個中, 得了一大堆。 這是新來環境的佈地。 不過聽說, 一大堆是東京酒店裡面的最貴的錢。 飯店說到的是一種大堆。 哪是? 會不會太多? 這怎麼這麼多? 這怎麼吃得完? 你給我這裡的客廳更好? 開了一大堆。 來,我這裡看出去。 疏味的表演是, 不會太多。 那一般是台灣話來講就是寬寬的藝術。 這中寬寬寬到一般的服務合唱到一般。 看一眼鏡在這裡看的是這樣 頭上這棟就是日本的國會 這是Videos 19老看下去的河田昌噴水公園 19老是開放給貴賓球的人 才能在這裡拍早餐 謝謝 這都是黃居 對啊 我看過在那裡 從這個角度看過 口供那棟整個都非常清楚 剛好有請買黃居 真幸運就是這個 聽不懂說一般台塞要把天皇帝界道任國書 要坐買車 現在買車可能不是台台塞的 不可 又是台北買車 又是台北買 現在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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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又要來吃早餐 這是早餐的沙拉肉 另外在一樓也有用早餐的地方 我知道 這是一樓的大廳 落地窗外面是富城河 這份應該是大師吉的作品吧 有人真的一樓的餐廳用餐 我聽過一個消息說 香港飯店準備要來台灣設店 設在什麼地方呢 台北中山北路骨斌飯店 拆掉了 聽說未來就是日本的東京 香港飯店 對 我們台灣開始出現牛排 當然出現牛排就是算日本 日本人在台灣的這種比較算 日本人的關係比較好 還是比較高潛的人才有在吃牛排 那麼先切的牛排 我是特別愛的 因為我知道去吃一個牛排 剛剛吃到很好吃 所以就好好把他買起來 那麼台灣人什麼時候開始吃牛排 在1900年 在台北的新工程 就是現在這個228激燕公園 出現了一間 這個Cafe Lion 日本的叫做萊翁 萊翁的咖啡廳 除了可以喝的咖啡 他提供到五百雞尾酒 還有那個紅茶咖啡飯 那麼在1900年 六成的這個台灣鐵頭飯店 是台灣 可以說是最為合法的這個 設施飯店 也是唯一 可以提供這種 法國式的料理 所以那個中毒的這個 官邸他們就經常 要請人家 就來鐵頭的這個飯店 這個我們詹筋介紹過 那麼那個時候 這個牛排 有到 這個Cafe 神父的這個 味道 的這個團隊 走去 就算說在這個 國民大 沒有沒有 鐵頭的大飯店 上面 去那裡還做 而且呢 這個鐵頭的飯店裡面 還有怎麼有 靈動的設備 靈動的設備 這靈動的設備 就跟請人家的這種 專門的技術 來 來 來保養 來什麼 開玩笑 另外還可以放 牛肉 還可以放紅酒 在裡面 不簡單 後來我們做個看看 這間叫做德州 鮮切牛排 如果要點餐的話 怎樣 這都是Rip Eye 或者是樂眼牛排 這不吃萊豬 但是要吃萊牛 有雪碧 還有什麼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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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湯 然後這邊是魚米炒雜湯 魚米炒雜湯 這個也是嗎 對,小心喔 這是醬汁 這是什麼?黑花枝 黑花枝 炭烤雞胸凱撒沙拉 比較輕爽一點 6盎司喔 對 肉圓喔 哪一個瘋的 6盎司肉圓 我會吃掉 也配料 肉絲馬鈴薯 這個你要加everything 那個什麼都要加在裡面 喔,您說那個 琴絲跟培根碎嗎 對啊 豬肉排嗎 豬肉排 喔,豬肉排 BBQ 還有很多醬汁在的肉排 還有那個 蜂蜜 蜂蜜啊 喔 那你攪一攪 你以前在美國有沒有肥死 蛤? 你在美國 不過現在像 鱷魚 現在在切那個牛排嘛 對 你有什麼 我還看那個 我現在這麼薄餅 我看到就很薄餅 哪一隻是蜂仔 這一隻蜂仔 這隻蜂仔 哇 讚讚讚 這隻蜂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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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鳳 我們都知道這個 古王 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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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呢 就是巴菲特 你自己吃一個飯 很貴 巴菲特呢 是 很喜歡吃這個 有一間 叫做Stanley的 這個 甚至說 這個蜂仔 所以這個古牌裡面有什麼戶外庭宴 有書肥、炭烤、有什麼 所以它變成這個 這個是不是 以前在說美國有的時候 就有人在說美國有好吃 或是澳洲牛肉好吃 結果 那時候我就在問我們的小說家李洋 李洋後來呢 他對到這個 他算流媒回來 他就說 欸 漁夫啊 這點 我剛才牛肉好吃 一定要美國牛 說為什麼 我流媒 我知道 就好啦 好吃不好吃 我們做來看看 很久沒吃牛肉了 朋友介紹這間美國牛肉的牛肉店 很好吃喔 大部分我的朋友裡面 如果有人留學美國 都要吃 米國牛肉 尚管你什麼做狂牛鎮 這個是什麼牛啊 美國牛 蘇北炭烤雪花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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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講的是什麼牛 美國牛 美國牛 這是什麼 雞排啊 這是雞排啊 這是雞排哪一個部位啊 雞排 雞排 雞排的部位啊 只有你最小 他在這邊擔心 什麼太大塊什麼東西 你沒有 你這個吃的 終於我可以給你了 我吃不到 你們就要倒吃 很多 這個底牌 這個沙拉叫什麼 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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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沙沙拉 他們加了台沙沙拉 滿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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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盆 好大一盆 再來我們知道台灣 早期的 早期當然要吃牛排 台北比較多 所以在台北早期的牛排 比如說紅屋牛排 就是其中一間非常有名 這個 如果老台北人 大家都知道 還是什麼樣的牛排屋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這幾分手 這個裡面大概只有三分 三分手左右 因為原版的溫度很高 牛肉邊吃邊切 肉汁比較不會流失 肉汁比較不會流失 肉汁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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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吃原味 我們在玫瑰鹽 蘑菇醬可以比較好 謝謝 謝謝 台湾泡泡走 了解台湾 沒問題 比較不明 你最好 大家好我是漁夫 這個就是紅屋牛排 裡面這個 牛肉汁你看看 這樣看得到很好吃 深綠色的花椰菜 還有紅蘿蔔 還有這些 這些是什麼 反正 整個地方看起來 這樣就一個很好吃 到現在也是 又是 油彩金屬煩營 你吃像我年輕的時候 去美國紐約 紐約的時候 第一件去吃 叫做T棒 那個環譽叫丁骨牛排 我來的時候 這麼大就是 我說你是皮的 這麼大就是 要吃到什麼時候 那麼 所以呢 這個所謂的紅屋 就是靠近脊背 所謂的T棒 就是靠近脊背的尾 這個尾有一個 這中間T字型的這個 腰脊骨 我會分這個 一邊是紐約客 一邊是這個 肥利 那麼 紅屋呢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 農業部的這個規定 就是說它 它是肥利的部位 最沒有要有 1.25寸的這個厚度 這也當稱之為紅屋 所以紅屋呢 這不是一個 黃子的名字 它是一個 牛肉的部位的位置 所以 紅屋 出現紅屋 紅屋呢 比這個T棒 更厚 所以這種的 這個牛排 是非常高等的 那麼 我們這個 紅屋牛排館 它是在1980年 所成立 是很多民眾 是要約會 要親身 大家會去選這個地方 我呢 幾年前 還有特別來 來到台北的時候 特別 起來 吃一份 吃一份 回憶一下 是那個時候 這種 我剛開始 吃牛排 啟蒙的餐廳 走過來看看 紅屋牛排 在1980年創立 它跟 珍美的 破裂路餐廳 這裡 都是台北人 經典式餐廳 日本一看 真的是有我們的 年代的 氣氛 這是什麼 要問那個 青菜條 青菜條 它這個棒 這個棒也很古早 不早在做完 對啊 這個棒 還有這個 它這個比較有變 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好像沒變 都沒變 沙拉我已經忘記了 洋蔥龍湯 洋蔥龍湯 還有胡椒粉 另外 牛尾龍湯 還有 還有什麼 跟妳一樣 謝謝 洋蔥龍湯 那就是 牛尾龍湯 都應該算 軟海煮味一種吧 因為老一輩 都來這裡 又回 那就是鄉親 如果是十五百 湯就先來 這是沙拉醬 跟什麼 千島醬 跟油醋醬 千島 來 這是沙拉 油醋醬 對 很可愛 另外有什麼 有 吃到沒了 這隻胡 這隻胡 是我吃的就對了 你吃的 我吃的 謝謝 胡椒還是蘑菇 我要蘑菇 好 謝謝 我是非力牛排 跟鵝肝 蘑菇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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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 剛才房間 二月最大 是幾月 她說還有 七十多月 白髮蒼蒼 老叔 蘑菇醬 原來老叔夫 是在裡面 控制品質 千萬不能讓 古代味 早煎去 胡椒 牛小排 我要黑胡椒 再來 今天出來了 今天不記得這件事 牛排不應該用磁盤 應該用鐵拌叫一種古早味 那些布丁嘛 很古早的 很古早的型 古早味 現在在台灣吃牛排 一定比較普遍 所以開始有什麼 各種的牛排都出來了 美國有 紐西蘭 澳洲 台灣 本土的 那麼 算是各國政府都要經過發酵的過程 不過現在開始有另外一種的作法就是炙燒 炙燒 那麼當然有幾種處理牛排的方法 這間 相信說這間是知名的老字號 在嘉義差不多二十幾年的歷史 也就是說這很多嘉義人 他們要吃久了就會選擇這個地方 他們來這裡吃 他們就覺得 尋找共同的記憶 這是大家共同的牛排廚房 我是從這個議員帶我來 所以特別記錄下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一起看看 現在要來吃熟成牛排 1994年就有了 黑胡椒醬 他們用到鐵蒜的酒頭來做餐飽 這樣才會當保溫 對 一邊幾個都要做多少 他啦 中山 中山 220 他吧 你要吃多少 熟成的幾個比例在這裡 都在這裡 這熟成的櫃子 喔 所以都在這裡看你要選什麼 這年齁 有排店很多 對 200多都可以啦 250 他自我要求更大 他啦 可以品質更好 250 所謂的熟成牛排 帶來給我們家裡 喔喔喔 相不一樣的就對了 熟成牛排 最重要的是 讓肌肉的纖維 經過緩慢的發酵以後 有一點分解 但是 還沒有比較難的程度 所以也達到比較 軟的 條件 所以會不會吃到 比較入口 激化 他們的食品 做起來也很好喔 你幾公里 250 我補小白 210 210好 我們都200幾條 310來 撞起來撞起來 這是樂園 撞起來還給你 好 他要撞起來 他要撞起來 沒出肉 喔喔 210 210 210 看得到 我們都可以吃 肉都很好 很漂亮 牛排很漂亮 這是哪裡 這是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的 安哥斯牛 安哥斯牛 讚 對 對 你是怎麼買 這是熟成的牛排 熟成牛排 現在開始我們台灣在流行 它的肉會比較好吃 我們針鋒包裝 然後 鹽肉會產生酵素 會化它的肉精 對 然後我們再用 線切料 用我們鹽板 出來的肉精 真的好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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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只剩不夠 不好吃的地方 我們現在做了十分 肉好吃的地方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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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鹽板的溫度很高 而且要小心鹽板的溫度很高 那我們可以先吃原味在玫瑰鹽 那如果你想要吃重口味的話 這裡有蘑菇醬跟黑胡椒醬 這樣子 那你要小心鹽板很燙 這是什麼肉 這個是燒烤梅花豬 燒烤梅花豬 來 來 哇 幫你看一下 牛排 要小心鹽板溫度很高 這裡幾分熟 這個裡面大概只有三分熟 三分熟 因為我鹽板的溫度很高 牛肉邊吃邊切 肉汁比較不會流失 這有大肉泡給你 大肉泡給你 大肉泡給你 可以先吃原味 我們加玫瑰鹽 蘑菇醬跟黑胡椒醬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我們這一塊是 五火牛小排 好 那這個 我們牛肉要邊吃邊切 肉汁比較不會流失 好 那建議你從 玫瑰鹽先沾起 可以先吃原味 那我們再沾 就是比較重口味的蘑菇醬跟黑胡椒醬 好 謝謝 是德國的蘑菇醬 德國的蘑菇醬 是德國的蘑菇醬 那是什麼滴里 這個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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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像加拿大滴 加拿大的滴 對 加拿大的滴 對 加拿大的滴里牛排 那沛菇醬 在牛肉來說 它算是比較軟的牛肉 對 所以它是沒有什麼筋力 沒有什麼油花的 它肉質是屬於比較軟嫩的 對 那建議你先從 點巴黃玫瑰鹽這邊開始 先吃原味 那如果說你想吃重口味一點的話 然後蘑菇醬配給大家都可以做參考 好 謝謝 這個滴里牛小排 滴里牛小排 滴里牛小排 這邊有兩塊不一樣的肉 上面這一塊是五股牛小排 下面這一塊我們就是A5的和牛 那A5和牛來說 我們這裡是用就是牛的前腿性的部分 那它相對來說 它的油花比較沒有這麼的多 所以說 是是是 如果比較怕油膩的話 吃這一塊會比較適合 好 謝謝你 因為你的燉味 哈哈哈哈 我今天都會把它煎 他還給你 上衣比利豬 加菜 加菜 吃完還有 有飲料這麼多喔 有飲料這麼多喔 有飲料這麼多 有飲料這麼多 來 還有這是對的 冰吉林 蚵仔 瑞士巧克力 香草 還有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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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珍珠 那比較少人用的 我還要做什麼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金門 那麼在金門的時候 有一次 因為脊椎不好 來台北找我 我就說 不然我們一起去牆壁 聽說對於這個脊椎 有好處 喔 他一直牆壁之後 都對著這個 牆壁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所以回去之後 甚至去建一個牆壁 建一個牆壁 好 現在 說 差不多有十幾 有相關的時候 十幾隻會買 不然這樣 不然是說買而已 他身材又吃牛 好 這有夠厲害 所以比做這樣去 所以說 年後再開一間 一個牆壁 牆壁就是 料理 這些牛 有 我們知道這個金門的牛 大部分都是黃牛 那麼當然黃牛 有人說黃牛特別的好吃 是看人 這個 但是 比較適合黃牛 也是不錯的品質 所以他要開一個 這個 喬安牧場的創傷 就是 料理這些東西 買一些牛肉的產品 來 做回來看看 這間餐廳是在金門 這是有名的風山芽 這是 菇肉料理的專門店 裡面有很多菇肉的食品 用餐的環境很輕鬆 用餐的環境很輕鬆 這是 有肉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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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朋友請問在家 吃一餐了 對 這是 苦瓜牛肉 苦瓜牛肉 對 這是 聖煮泡菜 這是我們的小菜 這是喬安 來 快點 來 我們過來 小菜 我們來看一下小菜 對啊 小菜不是在英文 小菜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是不是比較低 喔喔喔 這樣 這樣 要把肉肉腦起來 肉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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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九糟牛 九糟牛 它是 酥辣熟 是怎麼樣熟辣 它沒有嗎 它是你不關心我 我拿著 然後 所以看 你看 算是 不是冷凍的 不能冷凍 不能冷凍 既問有高洋酒 這匙九糟牛肉 有特色 先放進去 對 先就放 蒸豆腐 香菇 這個鴛鴛鍋 最重要就是要來蒜牛肉 海鮮盤 豬肉 鴛鴛鍋 牛肉 牛肉 牛五花 牛五花 這樣這麼多 鐵板豆腐 鐵板豆腐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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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肉 還有蔥酒餅 等一下 唉唷 這個是什麼 自燒牛 自燒牛 要自燒哪一個牛肉 這邊 這個 要好 對 這是我們自己 原化出來的 熟成的 太好了 這是附一個牛油 因為這個是 牛油 這個位置 哇 這麼好 是21天乾式加四次熟成的 大牛肉 然後 那就是 這個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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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熟 這樣就可以熟 白白 這麼多東西 還是在拜提公秀 OK 你要看 這個 其實我最近 現在開始 可以出國 我去到日本 都發現日本人長高 因為新年一代都長高 為什麼 因為吃牛肉 其實是有關係 那麼我們呢 後來一陣子 準備要介紹一個所在 叫做日進商 就是日本時代的 這個包衛公司 他們是生的 什麼行 我們可以開始 慢慢的來了解 因為很多人 如果是日本時代 如果是說 要嫁娶什麼 就去這個包衛公司 買嫁政 或是買什麼 一大堆嘛 後來 我們先 我們後禮拜 講一個時間 再會 我是漁夫 拜拜 好 好